我遊戲非常簡單 我會直接拿出十萬塊現金出來 拿出自己的計算機 輸入一個金額 這金額最低可以一塊 最高可以十萬 那一到十萬 你選擇一個你想要的金額 你們五個人加起來 竟然不能超過十萬 就依照你們寫的金額給你們 確定要寫這個數字 十萬的上限耶 你確定 確定 這超出我預料之外 你們覺得誰最高金額 就你 你跟他講 你喊多少 他三萬 好我們現在目前零金額三萬囉 那最低的 應該是你 prophetic illustration 首先先先感謝 就是非常快 可以找到五位參賽者 就是我先宣佈現在的遊戲規則 我遊戲非常簡單 我會直接拿出十萬塊現金出來 拿出自己的計算機 輸入一個金額 這金額最低可以一塊 最高可以十萬 那一到十萬 你選擇一個你想要的金額 但有一個遊戲規則的內容就是 大家 你們不能討論囉 我等一下馬門分開 你們五個人加起來竟然不能超過十萬 就依照你們寫的金額給你們 但如果有人超過了 那這遊戲就結束 我就要繼續找另外五個人 懂了嗎 所以就一次機會 然後你們可以想一分鐘 這一分鐘是你們要估計說 大家會寫多少錢 那要拿多還是拿少 就看我們自己個人 好 不能討論喔 好你們可以先想一下 我才會一個一個訪問 這十個人加在一起最高的被討論 五個人加起來最高的被討論 不是 是五個人加起來金額不能超過十萬 我沒想寫十萬 寫三萬 寫這數字的原因怎麼跟我講一下 沒有啊 就感覺而已 就想寫三萬 好OK好 請回座 來我們來訪問一下 欸隊友你怎麼稱呼完沒問 小鋼 小鋼 你的名字怎麼那麼特別 因為我戴牙套 鋼牙 你不從小開始戴 我從國中開始戴了 因為戴太久了吧 因為都沒有去挑 就一直戴著 所以打算戴一輩子 對 認真 小鋼我來問一下 你打算寫多少數字 給大家看一下 放在螢幕前面就好 多少我看一下 你確定要寫這個數字 看自己看自己 這看自己看自己 那再多一點點好不好 好OK OK好 請坐 來換你了過來吧 這是料仁傑 對吧 我們來看一下料仁傑寫多少 好 好 你 十萬的上限耶 你確定 確定 這超出我預料之外 為什麼會這個數字 就想要查 要不要改 看你自己 好那我改 對 看自己要不要改 因為每個人都已經是改了機會 我就跟大家講大概的狀況 對 好 OK 你叫什麼忘記了 開箱 對 首先知道遊戲歸的內容 對不對 最低一塊最高十萬 五個人加起來每到十萬 這個遊戲就成功了 好 那我先給你提示 前面上位加起來 還不到一半 你自己決定要出多少 看個人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對 因為我是遊戲的重複者 我當然希望大家直接爆掉 對來 阿卡這個金額 喔這樣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好沒事 對你為什麼會寫這個數字 因為我想說就是十萬嘛 然後五個人 這樣分開來 好你抓一下的金額 那他的概念是對的 老實講 那看你要不要改 我跟你講 你可以改一次機會 目前這金額 我只能講 沒有爆 就沒爆 你就看我講是真的 還假的而已 改不改這一次機會 對 那就不改 好不改請坐 我跟你講 像目前這樣看起來 這遊戲有兩個成分 一個就是 一個人想要多少 這是大家的慾望 但第二個就是 還要看運氣 我跟你講今天這組運氣 算不錯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乖乖 都乖乖 沒有第一組 第一個蠻不乖乖 社會人士跟那個 真的不一樣 對 可是我們剛剛忘記講一件事情了 昨天現在偷偷跟大家講 我們是有講說 那如果沒超過 就全部都可以買對不對 對 那我們還要抓幸運額嗎 對啊 一樣再抓一個幸運額出來 那今天等於會有 滿多人開心的 最後一位出爐 你是關鍵 你叫什麼我又忘了 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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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你是裡面年紀最小的 對 過兩天滿17歲 過兩天滿17歲 年紀最小 我們要看 17歲會開多少金額出來 來看一下 為什麼選擇數字 因為我覺得 五個加起來就剛好十萬 如果說有共識的話 我只能跟你講沒有 看我的眼睛 相信我真的沒有共識 所以我跟你講 你有一次更改的機會 因為你是關鍵 你要選擇往上還是往下 對 因為你是關鍵 你會影響到這個遊戲 有沒有爆 因為你要想一下 有人會寫多 也有人會寫少 沒有人寫這麼平均的數字 都差很多 都差滿多的 對 落差滿大的 這 沒差多 差沒多 但沒關係 一夜沒有這個感覺 好 請回座 好 這遊戲準備要揭曉 所以這遊戲其實滿簡單的 其實就看大家的 一來是 的確我原本沒有想到 我運氣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運氣也滿重要 第二個就是看大家 對於自己 就是 這個金額匣在裡面獲取多少 剛剛看到大家數字下來 我會找出最上兩個 送他一個隱藏的觀看 那 當然等一下我們去看一下 一個個公布 好 我們來先架一下 我們先請最高的金額出現 你們覺得誰最高金額 就你 你跟他講 你含多少 他三萬 好 我們先目前連結合三萬囉 那最低的應該是你 你知道落差有多少 來 請 他公布的阿照有三千嘛 對不對 差一個零 這就是年紀的差別 所以目前三萬三 感覺有機會對不對 來 再來是 我們就依序是要照 因為他先 再來換你 你報多少 好 三萬三 加一萬八 五萬一 那你 九千 六萬 一萬六 一萬六 所以總共是七萬六千 恭喜你們這遊戲過關 好不好 那 你是一萬八嘛對不對 我先 那你是 一二三四 一萬六 一萬六 我可以拿成嗎 大姐 我叫你下來玩 那我應該猜高一點 我先跟大家講 這遊戲其實還沒結束 這邊是你的三萬 那這遊戲其實就是看他人性 有人寫低 所以有人爆到高他就賺到 但如果他沒有寫低 如果全部人爆到高你就爆了 有覺得很幸運嗎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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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錢 還好 開心一點的 你現在還在上課嘛對不對 加油 當獎學金 你開心嗎 開心的 撿到錢對不對 我還是跟大家講 就是我的想法不是說 炫富我多少錢 實在是給他一點 小遊戲而已 開心吧 非常開心 謝謝 那你我就不想問了 因為這個是 這次來亂的 我剛第一次看到他寫那麼高 的時候想說 爆掉爆掉爆掉 後面已經死掉了 因為後面只要平均寫兩萬就爆了 結果大家就沒獎金了 我蠻幸運的 蠻幸運的 你幸運我倒楣 那不得不說他是最善良的那個 因為他是算是救大家的 因為他寫那麼低 所以大家怎麼寫都過 你會後悔 不會 因為你有拿中幣沒有拿好 對啊 這觀念也是對的 這邊揭曉一個 我有一個隱藏關卡 這遊戲的確就是 本身就會送獎金出去 但只要裡面有一個就是 發揮出最大善良的那個人 我會送他一個願望 所以你們目前四位就先被淘汰了 只剩他了 你目前有最想買什麼東西嗎 不限金額 不限金額 真的嗎 真的 你不要講房子喔 那東西不存在 車子 也不行 你要講的就是 你實際上需要用到的東西 這東西是你現在最得用到的 現在得用到的 那我提早幫爸爸買父親的禮物 父親的禮物 你有想買什麼嗎 我有點擔心 我有點害怕 實際上不懂什麼東西吧 你想什麼 KUJI KUJI的包嗎 好 可以 可以 你上我車 我再去庫居 好 那 感謝你們的參與 我們遊戲結束了 回去記得看我影片 掰掰 謝謝 不錯啦 你拿到最高金額的 沒那麼好講的 對啊 你寫四萬 你寫四萬也會過 但是我覺得你會往我噴爆 太漢心了 你有先觀察這些人 都是小朋友 所以才這樣寫嗎 也沒有 就是一個直覺 就感覺他們不會寫 就是看在場 他絕對大家都不會寫那麼高 所以你就要拚高一點 算你聰明 好 那你上我車 我載你們去 那你們跟著 我們直接去庫居莊貴 好 那我們現在移駕到BR4 幫今天這個善良的女孩 謝謝